学主得享安息,任心里有福的盼望 九,学主得享安息之四,饥渴慕义,下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马太福音五章六节 学主的饥渴慕义 一,信主称义 主讲的福音在于教人超越律法条文的辖制 得以自由地行出律法经义里的义 而要成全这样的义,人并不能从遵行律法的规条中得着 唯有学主到得着他的生命才能做到 因为神的义,现今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故然,律法是神颁给以色列人的 外邦人不用遵行 然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做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罗马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 神所颁布的律法本是属灵的 罗马书七章十四节 只是宗教权势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却强调于按照规条的字句行 而忽略了其中经义里的义 主并不否认他们遵照律法所行的义 但要尽义完全 更不可因人的道理而有所删减和加添 主来了就是要完全地成全律法中的义 他的言行成为律法的总结 然而,主顾念人还不能了解 他就是这律法所预表的总结 他便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照律法条文所行的义 告诫门徒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塞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他且应许凡自己遵行又教训人遵行的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而主也告诫凡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凡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便要称为最小的 马太福音五章十九到二十节 信主的人虽不受制于律法的条文 却要在圣灵引领下行出其中经义里的义 主耶稣要人负他的恶 以顺从他 学他的样式 并能致力于行出神在律法中所定的义 这就是他们学主的饥渴慕义 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六节 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二 爱人如己 神所赐的律法可分为三部分 在旧约时代 人所要遵守的敬拜仪文和治安律法之外 尚有一明显的道德律法 是今世信主的人也必须遵守的 这律法的道德诫命 是尽心、尽性、尽义、爱神和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且是律法和先知 以一切道理的总纲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七到四十节 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 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 在律法规条中多有对人行为规范的设定 人犯了其中的一条就犯了全律法 雅各书二章九节 四章一节 主指出律法本是为了迅蒙人何为罪而知罪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叫人在行为上该做什么及不做什么 然而主指出律法总纲的爱人如己 也包含了在心里不想什么 小到按外貌待人及批评或论断弟兄 都被定为犯罪 主耶稣带来的福音便超过了律法的规条 他叫人作为神的儿女 做什么 像是为神做的 要在行为之外 从心里做起 就如圣灵所结的果子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 而律法的条文也无法制定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雅各指出 人要能守权这至尊律法的福音 便便要爱人如今 便要爱人如己 以得着神国的义 平安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就是他们学主的 饥渴慕义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十四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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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节 但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他们成全 完备 毫无缺欠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 彼得也劝大家 在百般的试炼中 为战时忧愁 叫他们的信心 几倍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 翻译以试炼为增长信心的 这便是他们学主的饥渴慕义 四 信神信实 神的应许是信实的 为他子民所做的 都是最为美好 人试探神所应许的 便是不信靠他 且终至死亡 出埃及记 十七章九节 主耶稣教门徒祷告 求神 叫他们不进入试探里 若不亦进入了 神虽会给他们 开一条出路 但他们也要求神 救他们脱离凶恶 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保罗日后 告诉他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教他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时 总要给他们开一条出路 叫他们能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书 但他同时也告试他们 不要以为自己站得稳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接着他再说 信主的人要谨慎站稳 逃避心中的偶像 及叫人日夜思梦的事 免得遇见试探而陷入其中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 平日就谨慎站稳 遇见试探时 便信靠神必能带领 脱离凶恶 便是他们学主的 即可慕意 五 为敬奉神 忧虑所缺的 乃是人之常情 也是人自行设法 而不信靠神的时候 但主应许 他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他们的父神是知道的 主告诉他们 要在他们生活的忙碌中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日用的东西 便都要加给他们了 凡不忧虑于神应许的供应 而以他的国和他的义 为首要 这便是他们学主的 即可慕意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 六 叛主再来 世上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这完全的义 在世上也就没有 唯独在神国的公义里 才彰显出来 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慈悲的神就借耶稣基督在福音上显明这义 给人因信称义 得以进入他国度 安享在他的公义里 凡是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朽坏的 他就以永生 报应他们 至于结党 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他就以愤怒 恼恨 报应他们 罗马书二章七到八节 保罗说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他存留 因为福音的美好仗 他已打过了 所领受执事 当跑的路 他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到 他也已经守住了 神也要将这公义的冠冕 赐给凡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 因为他们必效法他行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菲利比书三章十七节 彼得且教诲人 要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到那日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他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 彼得后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神的子民 既盼望安息 在这新天新地的义里 就当殷勤的 在地如在天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只在乎神的义 平安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就是他们今世的 饥渴慕义 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这样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在天国时 必满足于神的义 彰显全地的安息 马太福音五章六节